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次世代双加营那会比较好 我不知道很多人说打第四季还蛮有感的 真的真的感觉会很强烈 我自己打第四季的话也是痛了肩膀所被痛一个礼拜 有那么久喔 比前面第三季还明显 我第三季完全无感 第三季真的无感 第二季也还好 然后第一季有比较痛 第一季我记得那时候手是真的有两个眼感觉聚不起来 但是我打那个那个我刚刚早上来的时候 山羽也是问我还好吗 我就说给我一张小纸条 我要写Don't touch 请不要碰我 对Don't touch 要贴在我的左手臂上面 对对对对 隔着衣服摸都还热热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就是有点很酸 然后可能有点 这就恭喜你 有效果 是这样吗 是是是是 有反应就有效果 然后当然就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要来问一下最后的这些 要运势 11月要提点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老师已经在 写明年的书 卓手写2023年的 对对对对 蜀牛虎明年是兔年 明年兔年 老师说写的怎么样 写的很辛苦 因为明年有点辛苦 明年不是 明年不是要辛苦 明年是一个机会年 明年是大翻转年 明年有三个现象 因为如果说做得好 我们就参加财富重新分配 做不好就是台湾话说 眼睛金金人最重 就是说你就睁眼看着别人 眼睁睁看着别人发达 然后自己可能 没有啊 每个人都有机会 是你要掌握出机会 你要自己制造机会 我相信星星王子一定有讲 你看明王星星明年要过功 二十年嘛对不对 虽然我不是研究星座 但是我研究东方星座 那另外就是东方星座 东方的这个风水里面 有一个二十年的 叫做夏园八根运 也就是说 会进入到夏园的九里 这样有点专业 但是就是代表说 整个大环境在变 那明年是最后一年 那二零二十年 就是新纪元的开始的第一年 所以明年最后一年 关键是怎么 你准备好了吗 你迎接新的机会 新的纪元的机会开始了嘛 所以说写的有点辛苦的意思是说 为大家布局未来幸福的二十年 那很重要 很重要 那最近其实 因为大家赵老师 其实都蛮关注股市啊 还有那个财经 对写了三十一年 一些国际 国际国内都有看 对 其实最近国内国际震荡都相当大 这个预期当中的事情 对 其实震荡大股票就是 它不是涨就是跌嘛 但是现在跌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面对股票的时候 以另类的角度来观察 我写三十一年了 准确度大概我自信有八成以上 但是我自己不买股票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大家小心一点 宁可静观其变一下 不要急 那其实也有一派人 这个时候在讲说 美股大涨 你就经常去卖掉它 美股大跌 你经常就去买到 做波段 做一个短线区间这样子 但是如果心脏不够大 我是觉得还是静观其变 不过提醒一下 如果说你是做基金 定期定额基金 现在一定在赔的状态 但是不要停扣 一定不要停扣 因为这个时候 你买的部位会比较大 老师好像在做财经节目 没有想到说 既然看到你 我们每次介绍都说 益金财经专家 陶安老师总是要问一下 最近其实蛮多人都蛮痛苦的 好那当然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就是农历十月即将来临 十一月七号就是立冬 其实这个礼拜天也有一个节气 叫天色日 礼拜六啦 礼拜六是双降吗 礼拜天 我讲节气是这样子 但是立冬是这样 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谈 如果说真的讲开怨的话 我又觉得建议谈礼拜六的天色日 这个礼拜六是天色日 这个天色日完全不一样 不同凡响的天色日 是吗 可是我们常听到天色日 对 但是每一次不一样 因为这一次的天色日 有带三大吉星 并领 就是文昌星偏财星跟福寿 福禄寿喜采那个寿 这个三个都好重要 我一直在讲明年是一个大返转年 那其实立冬之前我们就要做好准备 这接下去未来的就未在未来这 做好明年的准备 做好未来二十年的准备 所以你知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一直在写一直想 希望大家怎么来掌握住未来二十年 其实写书是辛苦没有错 但是乐在其中的就是一直在想 所有看到我这本 这个开怨赚大钱的书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子一个心情 那他自己如果说转悦的时候 什么心情就是想要开怨赚大钱 对对对 但是他能真正得到帮助啊 所以我的书上面没有任何威胁的资源 但是我会提醒你该怎么去做 怎么布局财经怎么做工作怎么掌握 因为现在后疫情时代 虽然不是百废待举 最起码很多人要重新开始 所以你要转型 我真的觉得景气不好 是啊但是在你身上看不到 有啦还是有人 我就是说我看整个的感觉 对对真的是景气不好 是不是真的景气不好 昨天才跟我的一个学生在聊天 他是房仲 他现在有一点点那个辛苦一点 是齁 有一阵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啊 就是说反而前面 你看房子这一年多 其实都很好 没有错 那现在我们都会觉得 哇疫情快要 疫情感觉已经快要结束 或者不是快要结束 或者是大家都得过了 大爷就觉得还好啊 大爷就没有把这件事放进去 什么都解封了 那为什么反而还 有两个嘛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整个的景气 并没有感觉就是 哇我们都好像已经看到 曙光那种 对对对 因为有两个 第一个热钱已经没有 热钱的这个派对已经开始在结束了嘛 那第二个是就是这个是生息 当生息的时候很多人就去买房子 而且现在有在打房很严重 你看一个 比如说七千万的房子 大概贷款只有贷到四成 你看贷款 你就说自备款要自备到六成 好像是自备款要六成四成 昨天才跟他聊 所以这个生息是有的 那通膨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实未来这一年当中 所以我一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希望我在写的时候 也透过财经的另类观点 让大家可以另外一个依循 那投资股票这段时间小心一点 那可是如果说你是买卖 就是说你是自住型的购买家 其实房子值得进场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值得进场 因为第一个市场是买房市场 第二个是什么 你溢价空间会比较大 吸售的那种心情会比较降低 所以基本上你就 如果说你是想要 换屋或是自住型的 我会建议你这个时候进场 而且你选择的标的会更多 其实我觉得自住为主的话 真的没有太大考量 你也太考量 你该买你要买就是得买 对不对 但是原则前提当然是在 你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好那所以我们讲了这些 你还没讲完天社日要干嘛 天社日 对啊 你说很重要 文昌 天才 还有福禄寿 福禄寿这是很重要 所以你说天社日一年有很多 但是这个天社日特别不一样 特别希望大家可以把握 对不对 所以天社日很多人说 我也拜拜了 我也做了 可是没有效果 因为他没有加上勤门顿甲 勤门顿甲 就是时间空间加起来 一起来 那严格说起来应该在礼拜六的那这一天的 是四十就是九点到十一点 早上吗 早上九点到十一点 早上到十九点到十一点 记得你出门的时候 先往正南方 西南方跟正西方 去走这个每一个公位 大概走三分钟到五分钟 接下去这个公位 这三个方向走完之后 等一下等一下 先讲九点到十一点 往南方 往正南方 然后再转往西南方 南转西南走 再转正西方 再转正西方 然后这样子大概会到三分钟 到十分钟左右 那这样子行程 这个在外面这样子行走之后 再往正南方 或者往你们家 我们家附近的 这个土地公庙也好 或者有人会比较去奉天公 因为天社日拜的是玉皇大帝 那然后接下去 你就在这个那个地方 你就可以去跟 去做拜拜 然后去做一个祷告 因为天社日是赦免 所谓的罪过 其实所谓的罪过 其实我过去的 或者是我这段期间 不好的运气 也透过这个时候 把它转化 那把不好的运气 修除掉 就会接到好的运气 那当然带的供品 就是一般的水果 三样就可以了 那记得带海绵蛋糕 这样子 然后这个因为天社日是拜的是玉皇大帝 所以如果说你是土地公庙 记得你要祷告的时候 是向外面的天公庐 不是在土地公那个庐上祷告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家附近 要去拜庙的话 那个庙不在我们的南方 在北方 没关系 北方没关系 就是说你正南方 西南方 正西方 各待三分钟 五分钟之后 接下去 去你想要去的这个庙宇就可以了 好 时间要掌握 就简单带三样供品 水果就可以了 水果就可以了 苹果啊 什么 橡胶啊 对对 大吉大利的 然后海绵蛋糕 发 要吃掉 回来吃 都可以了 对对对 现在越来越简单了 越来越简单 心意最重要 以前拜拜好麻烦 而且以前啊 就真的那个 以前去行天宫的时候 满地都是那个桂圆的壳 对对 桂圆壳就是 满地都是 现场扒三颗 然后就把桂圆 你真的是这样 就脱胎换骨嘛 好 你只要你愿意 其实人是一个智慧型的 一个动物嘛 所以你在心想事成 在那时候你扒那个桂圆 你也可以带桂圆去 吃三颗 然后吃完 但是不能丢在地板上 要丢在垃圾桶 好 因为神也在看 你可以走不守规矩 好 所以呢 呃 接下来的这一个月 进入到农历十月 在国历来看 是十一月的七号 立冬 到十二月的七号大雪 所以非常的快 都已经要立冬了 立冬是要 欸立冬是 是立冬进补吗 冬至 冬至 不是冬至吃汤圆 冬至吃汤圆 其实立冬也开始要进补了 对啊 听说立冬就开始要进补了 所以 而接下来这一个月 大致上的运势会是怎么样 大致运势是最好 这一个月里 这一年当中 这一个月是最好的运势 嗯 今天礼拜五的一同 get lucky 陶文老师在这里跟我们聊聊 十二生肖十一月份的运势排行榜 刚刚我们已经先把啊 整个大环境的状况 跟大家聊了一下 呃 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 明天是很重要的天设日 如果大家呃愿意的话 可以照刚刚老师所说的 去做一些转运开运的一些仪式 再来就是接下来的十一月七号立冬 到十二月七号大雪 这一个月呢 也非常的重要 后面这接下来 不光是明年的这个疾病 能不能掌握住 其实有可能在这一个月都是 很重要的开端 或者是你前面是不是能够做一些布局 是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呃 如果以各个生肖来说 最最好的 最好的生肖 这个月啊 就是最好的生肖 你现在看很可怕有九个有到十个 天呐 对啊 农历十月的幸运生肖竟然有十个 对啊 那为二没有在里面那两个哭哭 我们帮QQ哦 等一下再来讲哪两个是只有 哪两个是真的是为二例外 没有在十月的幸运生肖里面 那我们现在先就一个一个来讲好了 第一名吗 第一名是属鸡的 哎呦 恭喜鸡儿们 喜鸡的是一个喜悦 这个这个月份非常的棒 然后有税路心啊 税核心啊 机会心啊 一马心都在这里头 所以这个是有机会做翻转的 嗯 那这个就是说 而这个月是行动月 人际关系的能量是提升的 那投资求财的动作 事业的转型出发 都是这个月的一个 吉利的 趋吉避凶可以做的 嗯 那离今年 一年底还有三个月了嘛 那进入碎破之前 记得一件事情 明年你是碎破 嗯 所以这个这一季 从这一个月开始 好好为自己充电 补满能量 到了明年之后 就不怕冲 不怕碎破了 嗯 是 所以恭喜第一名 在农历十月 最幸运的生肖 是属鸡的朋友 属鸡的 再来 呃 第二好的是 哇 属虎 哇 老虎 哇 我们这个属虎的终于要出运了 这样子 嗯 那老虎 老虎这个 这个 在这个月份非常的棒 因为这是一个吉祥如意的月份 那因为有天德 有碎核 有碎露 有福德心 跟六合吉心 你看 这五六个吉心 这个 这个整个 这个月是 上个月的好运气会 在这个月里会继续的绽放 非常的棒 嗯 那这个月主事介意 最适合最积极执行的就是 事业上的转型跟移动 嗯 如果你有想要移动 或者你想要转型 这个月一赶快去执行 好 那因为家庭的磁场非常的棒 所以入宅啦 搬家啦 修造啦 都是非常棒 更适合的就是 你可以 如果说你是住行的 那你可以去买房子 哦 对 没有钱了 哈哈哈 没关系 好 确实帮你出 好 属虎的听起来也很棒 恭喜属虎的朋友们 再来10月份 农历10月份 最幸运生肖 第三名是属兔子的 哇兔子们 因为立东嘛 立东有一个叫宗子 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长 对 那有一种这种感觉 用收藏起来的感觉 不过对兔子来讲 这是一个吉利 活力满满的月份 嗯 只因为本命的三核心 再加上进心 降心的造福 那衰核心啊 衰露心之类的来助威 这个时候不做 一个一番大事业 更待何时 哇 听起来真棒 想要移动就展开行动吧 我想这个月应该会是一个 叫做离职潮或者转职潮 这个月应该会出现 大力成家立业 购物资产行动 行动有成哦 很棒的是 听起来到目前为止 前面三个都说 蛮适合做一些开创 或者是跳槽都可以 对这个月其实是一个行动月 所以说一年里面 最吉利是这一个月份 嗯 所以这个十一月份 这个大家 先多留意一下 身边有没有什么好机会 对对 再来 呃 幸运生肖 第四名是鼠 老鼠的 对 老鼠的话 这个月当然 税和心来主事的月份嘛 整体的磁场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那从碎路 碎路心就是 老鼠们的贵人心 这样是一个相等看来 对事务的执行来说 这是一个如意顺遂的月份 嗯 不过还是要 其余参加朋友的聚会 嗯 或者是线上的网聚 都是可以 因为要广结善缘嘛 积累贵人 嗯 然而 即便如此 这个月还是不宜嫁娶 嗯 跟老鼠们分享 就是明年是您的文昌年 所以这个月一定要赶紧 好把这个运气开始开始加强起来 嗯 好 那第五名 第五名的幸运心是属牛的朋友 属牛的朋友啊 属牛的朋友 也是一样 冬天来了 不怕冷风凌厉 就怕这种没有做好迎接吉祥留月 留月的准备 嗯 接下来的十月跟十一月 都是2022年最理想的幸运月 那财源吉薪啊 财路吉薪 其实非常明显 这个月份 那商务买卖跟业务行销 都值得加把劲 今年的红包自己就赚起来吧 嗯 那一马心动的 是转换跑道的理想乐 他又在转换跑道 哦 对啊 真的 大家都试 对啊 嗯 对 很棒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第六名 第六名 第六名的幸运生肖在农历十月的 恭喜属龙的朋友 是属龙的朋友 属龙的话 这个月财源吉薪 源源不断的财源吉薪 财路吉薪 结合在这一个月份 那财力的运势 自然是非常的理想 商务业务都值得加把劲 因为辛苦有成 红卵红卵吉薪 是一个好的一个因缘心 那有地解薪 那就是把一些不好的运气消除掉 还有龙德跟紫薇四大吉薪造福 这个月份非常的棒 嗯 除了大力驾取之外 更适合进行事业的转型 哇 转变 嗯 太岁三个吉薪造福呢 大环境也是吉利的 顺势而为是好策略 太棒 太棒 然后呃 这样听起来真的大家都很好 很棒啊 所以我们已经讲了六个了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幸运生肖的第七名 第七名是属马的朋友们 那这个月叫税和月 再加上税入行福德行 月得吉薪必宁 这个月诸事皆宜 但是就是不立嫁娶 好 嫁娶这件事情呢 要好好挑日子 女士们的正元心 磁场非常的理想 遇到对的人就不应该错过 嗯 那已有伴侣的女性 你是另一半的事业贵人 所以在这边呼吁男士们 如果你另一半是属马的 这个月你的事业运势非常好 嗯 你要对你的贵人好一点 好一点 要对老婆好一点 因为是她的贵人 是的 她的这个贵人运帮助了你 对 嗯 事业贵人能量非常的明显 有想法就应该给她一些做法 勇敢是成功的重要元素 不过这里再提醒一下 属马朋友们一定要提醒 下个月是你的运气 最不好的月份 你说再往下一个 再往下一个月 11月 农历的11月 所以这个月有重要事情 或者是说该有的抉择 这个月赶快去执行 嗯 下个月诸事不宜 哎呦好 我们要招前部署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是是是 所以就说有什么重要决定 现在农历10月多掉 对对对对 好 这属马的 再来我们看看第八 第八名 第八名 羊 羊妹妹 羊的 属羊 这个月是三合的月份 也是你的财华心 洋溢的月份 主事皆宜 税入心跟税核心 同时造福 这是非常吉利的一个月份 还有一个财源心跟财入心 也同时旺盛 能量非常的旺盛 所以不管你是商务买卖 业务行销都值得努力 因为这个月是有利可图的 男士们要谨慎面对您的情缘失误 女士们的正缘心非常的棒 所以对这个运气来讲好 那要么帮夫 要么就忘自己的事业 好棒 很棒 对 这真的很棒 现在女生的事业 我觉得有时候还蛮多 现在很多女性当主管的 事业生 其实也值得来鼓励 不过我们那个英国的特拉斯下来了 已经下来了吗 昨天啊 真的 昨天的 昨天的这个震惊全球的消息 他才上来没多久 45天 对呀 这个英国史上最短命的首相 好 再来我们来看看第九名 第九名的新生孝 是猴子 OK 来我们看猴子 猴子今年辛苦了 因为碎破 但是这一个月恭喜你 因为碎核心 把你化解了一些碎破的现象 碎核心主事这个月份 对猴子来讲是诸事皆宜的 因为这个月是属猪的月份 猪月嘛 因为猪会合住老虎 就是把老虎这样子的 太岁合住之后 让猴子可以喘一口气 虽然片中气息还是很强 但是文昌新提供了心想事成的能量 所以给我们猴子们一个鼓励吧 翻转吧猴子们 上个月的子息 这个月有机会把合作的能量给放大 大力事业的出发和转型 这个月猴子们 能够有本事翻转 赶快多翻转一下 好 再来我们就来看看第十个幸运生肖 是狗 是狗狗们 那碎核心当然碎核心来并领 对狗狗来讲非常棒 是吉利的月份 那狗狗们这个月 也容易接受到富贵并领的职场 那商场职场和业务行销 都值得加把劲来努力 财力运势非常的理想 财源级心和财路心都到位了 所以股票高出低进 那顺势而为 别人也许赚不了钱 也许狗狗们在这个时候 凡能赚到所谓的 区间的机会财力 男士们的勤援运势 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那女士们既幸福又帮夫 哇 真棒 好 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十月份的 幸运时生肖 跟大家说明了 刚刚有人在问 有讲到猪吗 然后有人就说还没 他说还好还好 不好意思 这就是唯二两个 在农历十月比较需要注意的生肖 我们放在最后讲 首先要来提醒的是属小龙 小龙对 我想上次 蛇的朋友 上个月我们来跟大家聊天的时候 就有提醒了 因为这个月属蛇的朋友 小龙的朋友 就是要对从碎破 与其这一个碎破他特别注意到 要以进自动 然后交通安全要特别注意到 因为是车关 所以六冲之月诸事不宜 然后有一颗心叫五鬼心 那五鬼心其实不是一定小人 是说你自己内心世界 可能不要想太多了 小剧场不要太多 对对是的 那是缓则圆 人缓则安 那将这个月 就是这个月的趋吉避凶的 这一个座右铭 一马心主是凡事一动不如一进 职场的一动更是忌讳 所以他不适合移动 难 少见的 这个月几乎大家都适合移动 只有蛇 蛇不适合 不过属蛇的人也不用太担心 你只要多用一些深绿色的物件 深绿色的白件 甚至于你可以在家里的西北方 摆一盆绿色的盆栽 或者是在你的办公桌前面 左前方摆一盆 那个多肉型的这种所谓绿色的植物 其实都可以化解这样子的一个月破 那女士们的情缘运势 这个月其实不处理是最好处理的方法 不处理是最好的处理 对就是时间来换取空间 就先放着 万一你有一些很麻烦的事情 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做决定 就先不做决定 先摆着 这个月其实很多时候重大抉择也不适合 好 这是属小龙的朋友 另外一个在农历十月需要留意的生肖 就是猪 属猪的朋友也不用那么的担心 因为这个是他的本命月 通常本命月都会给一个怎么样 一个形容就是大好大坏 对对所以你只要谨慎去做的话 你把坏的去除掉好的提升就好了 所以本命之月谨慎形式就是因为大好大坏的能量超级的强 这个月是不立嫁取的 不过只要 属猪的朋友们掌握顺势而为的这种节奏 那以及团队运作的策略 这是一个大力成家的一个所谓的月份 其实团队合作就在你的职场上 你一个人奋斗不如大家一起合作 那对家来讲 所以家庭运势是代表好的 你把家里的风水布局好 如果说正好你也想成家立业 这个时候可以赶快去执行 那对于有意购买屋宅的属猪的朋友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吉利的好业 你可以经常去赏屋啦 那购买到一个好宅 也化解了你所谓的劫财 这个月劫财性还蛮强的 好 所以这是属猪的朋友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听完了 淘宾老师帮我们把农历十月份 有十个最幸运的生肖 分别做了提点 其实我们就不用再重复这十个 只要先说第一第二第三好了 第一名是鸡 第二名是虎 第三名是兔 这个是幸运排行榜前三名 但是其他的这些运势也都很不错 大致上都不错 只有两个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一个就是属小龙蛇的朋友 要防口蛇防车官 另外猪因为是本命月 不是大好就大坏 可能要多留意 是 好 所以已经全部都跟大家说完了 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来开放call in 因为待会要先进广告嘛 所以呢 待会给大家一点时间 可以打进来 02-2363-9955 我们会请老师来帮各位 做易经塔罗的占卜 那打电话进来的 要请你提供生效 然后一到三十二选两个数字 你觉得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大部分会问什么 问事业 你觉得会问事业 问事业 因为这个月是一个转型最好的时机 对呀你刚讲大家都适合跳槽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自己换工作 或者是在自己的工作上面做转型 是事业上转型 对呀对呀 而且这个月如果 你一定要想转型 因为这个月如果你没有掌握住机会 因为明年是一个 只要你做得好 我会忘二十年的一年 所以 感觉是一个下一个circle的开始 对 所以预告就是赶快 老师明年的书一定要买 这就开运指南就出现了 那所以你是不是记得你 我们在讲今年的书的时候 在年初的时候 你说今年是我们整个来算是 是机会年 是机会年 比去年好吗 比去年好 那所以你的意思明年会比今年好吗 呃 机会比今年多 但是 但是做起来比较辛苦 对不对 整个局势非常的混乱 嗯 机会比较多 但是局势混乱 对因为财经经济一定不好 那这下去可能赚钱的这个空间 给受到了挤压 嗯 那但是你只要把 唐文老师的 写的开运赚到钱当成圣经 然后这样子看 应该是可以开运的 嗯 好 所以呃 等一下呢 我们回来呢 就可以来呃 准备打电话进来了 0223639955 有人说猪也想要转型或跳槽啊 可以啊 可以 就是说你要 像猪的话 你我刚才就讲你要用深绿色嘛 嗯 其实 如果说你有 因为有人用绿色 他会有一些政治考量 但是没关系啊 你可以用盆栽啊 或者是用配件啊 对不对 都没有关系 那因为绿色是可以化解 这样子的一个 从那我刚才讲是小小蛇啦 对不对 小龙啦 是猪 是这个用绿色 那猪的话 基本上这个月 是算是一个大好大坏 但是你可以把他掌握住自己的计划 那与团队合作其实就可以了 好 然后也有人说最近上班上到很厌世 一直忍着想要换工作的情绪 哎 其实下个月你就有机会 其实如果说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如果说你是用这种方式来转换 是不太适合的 哦 对 你会每况愈下 所以你意思说不要因为 好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聊 也可以打电话 我们立刻要来开始 为我们线上的朋友来做 一斤塔罗的占卜 02-363-9955 大家可以持续打电话进来 打电话进来的请提供生肖 跟1到32选两个数字 还有你要问的问题类型 我们先来接听第一通电话 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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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姐挂掉了吗 应该是在线上啊 他是不是没听到我的声音 陈小姐 陈小姐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没有是不是 好那我们 再来接下一通吗 我们先下来接下一通吗 哎 现在好 好 我们刚电话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全部都断线 所以我们要请 听众朋友们再打一次 02-363-9955 不好意思 我们刚刚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电话系统的问题 全部断线 那现在又全部都进来了 好我们来接一架电话 那那个刚刚刚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那个颜色啊 等等的这个部分 对 所以刚刚那个深绿色是 是小龙的 小龙对不对 小龙的朋友 这个月可以啊 就是用深绿色 对就下一个月可以用深绿色 那另外有些人在讲 他说今年股票大赔 那刚刚不是一直说 这个鼠机是幸运生肖第一名 对 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月赚回来 赚回来 看你在赔在什么点啊 对啊 你现在跌那么多 再跌了百分之二十几了 那可能要回来的几率别那么大了 但是最起码可以 也许可以停损吧 好 来我们来接听呃 陈先生吗 陈先生 嘿哈喽是你 你是陈先生吗 我好老师好 是 好来那个陈先生老师帮你这个 洗牌 你要喊停 喊停 好开始了吗 对开始了 好停 好停 那呃陈先生选的两个数字是 十九汉八 十九汉八 对十九汉八 好那你呃陈先生属龙 齁 你想问事业升迁 是指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工作吗 想问看有没有升迁的机会吗 呃是 哦好 你你现在这个工作是 是做很久了吗 呃大概呃比较久的年次这样 有有算是算是资深了就对了 对对对 好我帮你讲一下 因为我想说你现在应该 是没有在看直播 那你抽到的两张牌 这个色系完全一样呢 一只呢看起来是 像是一只孤狼 孤狼 对 一批孤狼 站在这个雪地中 那另外一个呢 呃是在 是一张盗牌 是在沙漠当中 感觉是已经就是非常非常 充满生机 是充满生机吗 因为这有指南针在旁边 指南针在旁边是充满生机的意思吗 对啦 好 那要不然就不能讲没有生机吧 不是啊这看起来 对对看起来是有点辛苦 看起来上面有秃鹰啊什么的 对是有辛苦的 好那老师讲一下 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这个行业里面 你这个时间多久了 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了 对有一段时间了 你是不是说你是不是说是要在你们的体制内转变还是说你要转变其他的行业 体制内转变 环境而已吧 也不是我觉得应该是会特别好吗 OK好 会啊会啊 会啊 好那我跟你讲 因为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挂象看起来如果说您这个在条件上或者是在你心情上 或者你在没有做好准备 其实换过去对你不会未必会是好的 但是整个挂的本本现象是好的 所以你必须要做的就是你要做好转换的准备跟心态的准备 或者是你的能力的展现出来 让应该有这个评选的人让你让他们知道这样好吗 嗯 对你有帮助 好对你好 其实就是说要运作一下的意思 对对对 好讲完了就要运作一下 好那祝福你运作成功 好 你却顺利 谢谢老师 好好拜拜 好再来接听第二通电话是张小姐 张小姐 哈喽张小姐是这个非常的非常的sweet 体贴的选了两个数字一头一尾 所以你老师洗牌你现在很停 洗牌你很停 好停 好停 1跟32 1跟32 对张小姐是小龙 小龙 那我们就特别要提醒一下农历十月要留意 想买房子 买房子 对对对 那你的这两张牌我跟你说一下 一个是美女出御徒 就是美女在这个沐浴 在这个月光下 在一个湖里 另外一个呢是国王拿着 拿着算是他的这个拿着一个酒杯 这是但是一个盗牌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们就等老师帮你解一下 好的 你这个是要占卜买房子吗 对 对 所以你也在寻找的 所以你这个房子 可是你的理想太高了吧 你是要 呃 你应该是要买的坪数不会太小吧 还是说你要买的特别 让你觉得感受到是一个完全 比较不一样的 比如说应该是说完全乌啦 或者是说人家已经 就是想到理想的 因为你的理想是可以得到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注意到 你可能要买的价钱 这个看起来会比较偏高一点 嗯 嗯哼哼 那你现在有在寻找了吗 有有陆续在看 陆续在看 风水很重要哦 你可能要了解 所以你是买全新 应该不是全新的买中古屋嘛 对不对 对对 所以你住在哪里啊 北屯 北屯哦是是是 所以那你们家现在的西北方 应该有机会让你去找一下 你现在住的西北方 应该有不错的标的 嗯好 好不好去看一下 好 价钱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可能会买到比较高的价钱 可以谈一谈好吧 可以谈一谈 好 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明你有机会买的到吗 这个这个卦是应该是怎么说 如果你想要有机会买得到应该是明年的秋天左右 还要等明年秋天哦 对对 这不是马上 不是马上 我是建议你不要急啊 就算现在出现了 那你谈价钱的时候 多怎么样 多执着一下 因为谈到好价钱 那最好最理想的时间应该是明年秋天 好 好 给张小姐一些参考 谢谢你哦 谢谢 谢谢老师 好我们来接听第三通 陈小姐 你好 陈小姐属狗 对 她想要问身体健康的问题 那我们先一样 最近都睡不好 最近睡不好人蛮多的 哈哈哈 来我们先洗牌 请你喊停 好洗牌 喊停 好 数字呢 2跟18 2跟18好 那老师在帮你看这个挂像的时候 我先来跟你聊一下 你说最近都睡不好是不是 那除了睡不好之外 还有其他的不舒服吗 就是好像是会走马脚吗 这样子 哦 那应该已经有去看过医生了吧 有 哦 但是医生没有检查出 出什么是不是 检查都很正常 哦 检查都很正常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抽出来的牌 你抽出来一个牌也是 美女在 美女在这个 在这个瀑布底下 很漂亮的一位美女在 出狱 一样是出狱土 另外一个是火山爆发 但是盗牌 这个每次有人抽到这张 我都让我觉得很焦虑 你知道吗 这张 对我想问说 您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啊 房地产 房地产 会常用电脑吗 啊 你会常用电脑吗 应该会吧 应该会 会 对啊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比如说颈椎部位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个看起来应该不是说 所谓的 生病的 第一个就是太累了 第二个是压力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脊椎的话 建议去调整一下 基本上这个很快恢复啦 这个不是大问题 嗯 要去找一下医生 好不好 可以吗 这个应该很快恢复的 不是大事 不是大事 一定实际上 会有上一些那个特殊的 不会 这个不会 这个绝对不会 你的胸 Ultimate 不是那样子 不是那样子 所以很细 很有 好 很有把握跟你讲 很快恢复 但是一定要去看医生调理一下 可能注意一下姿势啊等等的 好好好 拜拜祝福你 好 我们再来接听吴小姐 喂 你好 淑玛的吴小姐你好 桑文好 吴小姐也选了两个数字 我们帮她先洗牌 请你喊停哦 停 好 她选的两个数字 比较后面有27跟32 27跟3 对 好 32 对 32跟27 然后你想要明年想要整修房子哦 那你要问什么呢 想整修房子就整修啊 我要问适不适合 因为都一直找不到工人啊 哦 找不到工人哦 哦 我跟你讲 这两年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样 所以你是要自己弄哦 不是要包给人家弄就对了 是先生公司的 有配合的那个包商 哦 所以你们自己也是做 跟这相关的吗 呃 没有 不是 哦 只是公司有配合的一个包商 对 可是呢 就是一直找不到工人 所以谁 就不知道适不适合这样子 因为已经讲了几年了 然后 讲了几年还没整修 你现在是说 对啊 你是说明年适不适合整修 这样子说吗 对啊 对啊 我就想说哪有什么不适合整修房子啊 对 可是他这个挂的确是要要注意 真的哦 的确是要注意 因为你要找到不对的人 其实你可以整修一半到时候会出问题的 哦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是这样就不要急 大概明年的冬天 哦 那还要等很久 大约在冬季 而且是大约在明年的冬季哦 不是今年的冬季哦 不是今年的冬季哦 是明年 明年对你来讲是一个好的年啊 明年是一个好的年 哦 明年的 明年下半年大概第四季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工就会出来了 哦 好好好好 好 谢谢谢谢 好 祝福你哦 谢谢你 谢谢谢谢 为了这个我都睡不好 对对对 哎呦 不用睡不好 而且你已经好几年了 他也好几年都睡不好哦 今年比较特别 因为今年也是刚女儿在美国 然后又生了一个小baby 哦 哎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我不会把你生那么年轻 你当外婆了 哈哈 对对对 这生这么年轻又当外婆 没有啊 没有没有 好 这个人逢喜事精神爽哦 谢谢 谢谢 现在就暂时先不要烦恼 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等到明年大约在明年的冬季 是 明年冬季就会 好好好 谢谢老师 好 谢谢哦 谢谢吴小姐 拜拜 拜拜 哎 怎么听到人家家里 有小baby都很开心 对啊 刚好就去当我当阿公的人 我当阿嬷 好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哦 要接听电话到这边结束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解决 你自己的问题哦 也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